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 而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被迫远离家园的人数高达了6500万人 其中包括了2100多万的难民 自从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 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剧增 目前滞留希腊各岛的难民超过13000人 前途茫茫 不同族群难民间也不少发生冲突 历史波斯岛难民营就怀疑有人蓄意纵火 烧毁帐篷和临时住所 随着纽约宣言的通过 各国将在保护难民和移民人权上做更多的合作 并商讨如何达成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约 今年至今约有30万名船民横渡地中海到欧洲